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敦促联合国大会在全球对付新冠疫情的时期 不单要关注这种疾病本身 还要关注它在全球抗击冠状病毒的斗争中的社会后果 它将针对女性的暴力称为疫情大流行的影子 雷特在纽约说 在封锁期间,女性留在家更加危险 因为家庭暴力急剧增加 总的来说,社会上最弱小的群体受到危机的打击最大 它列举了因为疫情大流行 在纺织业中失去工作的女性 以及无法上学的年轻人 特别是女性 它补充说一些国家以冠状病毒措施为藉口 限制言论自由等人权 很多人权活动家和民间社会组织因此受到影响 雷特表示,抗击新冠病毒仍然是全球最紧密的问题 它呼吁全球团结 因为在美国人的安全之前 并没有人是安全的 因此,它应该生产更多疫苗 和贫穷的国家共享 它还表示,塔利班对阿富汗的接管 意味着20年来的工作有丧失的危险 不过,现在下定论还维持过早 但我们必须牢记塔利班的生意 针对西欧严重洪灾 他呼吁开展国际合作 以应对气候的变化 他说,政治的紧张不能够妨碍目标的实现 我们不能将这个问题留给后代 给他们带来负担 雷特承认,极端天气阿富汗的淪陷 和疫情的爆发 导致了一个充满忧虑的夏天 稍后,雷特承和联合国秘书长古德雷斯回眠 并且和多位政府领导人进行磋商 荷兰政坛又发生震荡了 属于基民盟的看守内阁主管经济事务的 国务秘书凯特承认的国务秘书凯特 被看守首相雷特辞退 因为他就冠状病毒准入症发表了声明 凯特尔今天早上在电讯报上 对准入症的推行表示怀疑 而今天9月25日是准入症制度强制实施的第一天 雷特在一份声明中说 他和三位副首相商讨讨之后 已经得到经济部长的批准 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上述国务秘书被立即免职 他的工作将由经济部长布洛克接管 声明中说 经济部国务秘书凯特承议 在今天接受电讯报采访时发表的声明 与部长会议最近做出的决定不符 而这是重要而有份量的决定 究竟海泽尔说了什么呢? 海泽尔在今天的报纸上说 他说你看 越来越难解释为什么在一个地方 必须凭准入症进入 而另一个地方就没有呢? 我们是要继续这种方式 还是以不同的方式组织呢? 海泽尔已经不是第一次违反纪律 2020年11月 海泽尔在电视节目中表示 疫情专家对当年圣诞节的慶祝 不应该过于悲观 这个会使年长者和弱势群体 好像他的妈妈那样 变得焦虑起来 2020年12月 他所属的经济部发出消息 表示 Hema、Vilbera、Edson等日用 雜货的超市和商店 仍可以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营业 但当时内阁已经宣布 对非必需品的商店失效严格封锁 2021年3月 由于海泽尔感染了新冠病毒 但他参加了内阁会议 因此整个内阁不得不进行检测 而他说 我几乎没有正当 不用担心 我没事 目前海泽尔还是第二议院的新议院 又一名英国女子在家附近被杀害 在伦敦和英格兰其他地区 昨晚为上星期遇害的28岁小学教师 内萨举行了守夜活动 一个星期前 内萨在家附近被谋杀 当时他从家中走出来 到一家他预约和他人见面的酒吧 这间酒吧离他的家很近 步行只需5分钟 翌日他的尸体在酒吧附近的公园被发现 有几百人聚集在内萨 居住的伦敦南部 基德布鲁克区的佩格勒广场 他的姐姐发表了演讲 泪流满面 他说 我们失去了一位过早死去的 充满爱心而美丽的女性 感觉就好像进入了一场恶梦 没法子走出来 没有一个家庭应该经历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 在英格兰其他地方 也有纪念这位年轻教师被谋杀的活动 威廉王子的太太 劍桥工作夫人凯特 在推特上向受害者的朋友和家人表示哀悼 她发出推文说 我好伤心 另一名无辜的年轻女子死在街头 这里是荷兰粤语频道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转发和订阅 好,下面看看中国的消息 中国海航集团政策进行破产重组 创办人陈锋等原始股东 股权已经租清零 陈锋以及CEO谭向东 商商被拘捕 据美媒体指出 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资料 谭向东是美国公民 这件事件 会不会使中方整肃的资本家行动 演变为外交事件 拭目以待 目前美国至北京大使馆对这件事未有置评 近日在张文宏医生的舆论风波 已经曾哀乐定一段时间之后 张文宏医生战斗并身体力行的 上海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经验 获得了中国政府的高度认可 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移广治 9月17日至18日 中国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联防联空机制综合组 在上海举办全国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经验的研讨会 意义不同尋常 中国政府今次号召全国国地学习的上海经验 从前一段时间深陷舆论的船窝 被一些网民攻击诋毁的张文宏 物不可分 张文宏是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 上海是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的组长 自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以来 张文宏屡次已充满专业理性 而由通俗异动的发言 普及了医学常识 安抚了很多人不安而焦虑的心 当时张文宏医生 只不过在微博上表达了对疫情防控复杂性 及长期性的看法 提出了世界医学会 与这个病毒共存的客观事实 短短几日之内 他受到了前卫生部官员的批评 他的观点被断章取义及严重曲解 遭到了一批网民的持续攻击及批评 被他扣上了重样未爱 汉奸美国养的狗 这样的母子 乌有之乡甚至刊出了文章 当代汪精伟、南京疫情专家深夜发微博 说要与新冠病毒和谐共处是什么意思 扭曲张文宏的观点 指责他是投行派 整篇文章充满着口号式的头发和上纲上线 关于盲晚酒获食的新闻 今天早上已经做了一期节目了 9月25日 广东深圳保安国际机场T3航站楼国际到达大厅 聚集了大批媒体 以及前例欢迎孟晚舟回国的人群 中央电视台CCTV 引述孟晚舟在飞机上撰写的声明说 当他接近伟大祖国的怀抱 双眼忍不住热泪盈腔 他还说 如果没有强大的祖国 我今天就无法从国之有 CCTV 还引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 对孟晚舟的所谓欺诈指控 完全是烈造的 中国多家官媒先后发表评论 其中指出孟晚舟不认罪 华为公司不接受巨额罚款或赔偿 说这是正义的底线 根据西方媒体和一些海外华民媒体的报道 当孟晚舟走出法庭后 拥抱着加拿大的律师大喊 并且在庭外发表谈话 感谢加拿大人和媒体的包容 亦感谢加拿大发言的专业 和加拿大政府维护法治的精神 孟晚舟还说 你们的良善将永远被记得 接着他踏上了中国政府安排的包机飞回中国 孟晚舟在飞机上透过社交媒体发表的感言 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我们的祖国正在走向繁荣昌盛 没有强大的祖国就没有我今天的自由 马上就要投入伟大祖国母亲的怀抱 更香情更怯 不过泥水已经模糊了双眼 另外中国媒体欢迎孟晚舟反国 赫字未提获释的加拿大公民 自2018年年底在中国被扣留 并于星期五获释的两名加拿大人 麦克尔·康明海 和麦克尔·斯帕弗 也在星期六早上抵达加拿大 他们受到了总理特努多的欢迎 发声写说 康明海和斯帕弗 乘坐加拿大空军的转机飞回加拿大 当他们在凌晨走下飞机时 最后加拿大总理特努多在亭基平上 迎候他们并亲切拥抱 最后看看关于台湾的消息 台湾国民党9月25日 举行党主席选举 25日晚上公布结果 前任党主席朱立伦得多8万多票当选 朱立伦发表胜选感言时 说国民党不会委屈任何民进党的标签 将重建两岸交流及沟通的管道 在党章的规范下和对岸交流 并将重新开启国民党驻美办公室 他投票时说一定会团结国民党 希望大家窗口对外 真正的对手是民进党 期望打赢未来的选战 他回应九二共识的问题时重申 但自己一向说得非常清楚 也是最遵守党长规定 意味着他将会继续以九月共识为基线的两岸论述路线 此前他表示 国民党希望维护两岸和平 就不是东怕西朵 未来会恢复两岸的联络管道和交流的平台 朱立伦获胜之后 国民党的未来仍然充满挑战 包括他能不能够团结党内不同的势力 以及在中美之间找到自己的路线 好,今晚的新闻就报道到此为止 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